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又是一个美好的主人 来到神的面前 哈利路亚 每次 在时代 我觉得比唯一就有个好处就是 我们距离很近 所以在敬拜当中 我觉得可以很直接的感受到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感谢主 那 我们来 读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 我们在 民宿记 民宿记的十三章 民宿记的十三章 我们从 本来应该读到十四章 但是有点长 所以我们分几段来 我们就先读到 十三章的三十三节 也就是十三章的末廉 民宿记的十三章 从十七节开始 我读单数节 请弟兄姊妹们读双数节 摩西 把他们去窥探迦南地 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 所住之处是好是赤 所住之处是银盘 是尖程 他们上去窥探那地 从巡的旷野到立河 直到哈马口 他们到了十个 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只 上头有一挂葡萄 两个人用杠抬着 又带了些石榴和胡花回来 过了四十天 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 又告诉摩西说 我们到了你所打发 我们去的那地 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 这就是那地的果子 亚玛丽人住在南地 赫人 耶布斯人 亚摩利人住在山地 迦南人住在海边 并约旦河旁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 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 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我们在那里 看见亚纳族人 就是伟人 他们是伟人的后裔 据我们看 自己就如杖一样 据他们看 我们也是不辞 好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 今天跟大家分享 题目叫做 美帝思维 刚才读的这段经文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印象 应该有印象 这个是 以色列人 他们要准备进入 迦南地的时候 准备进入迦南地 刚刚读过了经文 所以复习一下 读过 有人说 科学家说我们读过之后 过了20分钟 就忘记80% 我不知道 大家现在还记得 好 好 几个探子进入迦南地 哪有个 几个探子进入迦南地 哪有个 每个 要照经文回答 刚才 刚才 我其实是第一题就军出的 不是那个 等于是陷阱题 这个叫做 刚才我们读过经文 我觉得没有写几个 只是大家熟悉 对于现在打得出来 这边 其实要读更前面 从十三三开头 但是我们从十七节开始读 所以没有写 先说几个人 报了好消息 这个大家都记得清楚 其他人有没有报好消息 没有吗 有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地方 再一题 他们去了那个地方 采了葡萄回来 葡萄还要扛着 那是多长的一串的葡萄 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叫做以时歌谷 这太难了吧 以时歌就是挂串 一串一挂 所以那个地方叫以时歌谷 后来才被他们这样子叫 是因为他们取了那一串葡萄回来 OK 好 那刚才说 只有两个人报好消息吗 没有 其实全部的人都有报好消息 对吧 去的人他们都说 哇 你看 给那果子给他们看 说果然是牛奶秘密之地 就是那帝国 所以他们有没有看到 有 然后每个人都看到 哇 这个牡头长这么大 还有这个石榴五花果 但是 但是 下一句才是中心 他们说 然而 所以这些人不是没有报好消息 有 你看 就是这个果子 你看这么大 然而 这有机会 我再分享另外一篇报 就是最近 流行的这种 叫做 叫做 Yes, but 是 但是 所以你看 他们就是 你看 这就是那帝的果子 然而 就是这样 我们很习惯这样 对不对 对对 神说 你说的这样 我了解了 知道了 知道 但是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态 这个 有机会 我再分享这个 好 所以现在复习完毕 我们进入正题 刚才说的美帝思维就是什么 以色列人从哪里出来的 埃及 对 从埃及出来 然后他们现在进入江南地的时候 但是等一下我们会发现 从各个角度来看 发现 他们的思维 他们的想法 还是符于埃及模式 所以对他们来说 要进入这个新的江南地 这个美帝的思维呢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等一下我们会看看 其实包括在我们在内也很困难 我们今天都不知不觉的 已经在这个现在社会的思维模式里面 等一下我会介绍说 跟所谓美帝的思维有什么不一样 好 先延续刚才的 刚才 大家说 那里有巨人 然后呢 谁出来讲话 迦勒出来讲话 对不对 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方 我们足能得胜 所以刚才那些人说 有好的果子 但是那里有什么 有巨人 迦勒说什么 管他了 管他有一个巨人 我们可以赢得了他们 迦勒这样说 然后又怎么样 其他人又说什么 我们不能上去 我们不能上 即使迦勒这样说 说我们不能上去 说哇 那里的都是那么巨大的 好 之后呢 如果你读14章 发生什么事 大哭 所有人大哭 其实想起来很荒谬的事情 当下全会众大声宣扰 那夜百姓都哭好 你想 他们哭什么 哭什么 根本这样都还没打哭什么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以色列人 哭什么 这个时候 完了 是不是 完了 甚至说 我们来看 众人彼此说 我们 不如立一个首领 回埃及去吧 甚至有这样的心态 他们有没有看到 那一串葡萄 有 是不是美帝 是 要不要去 不要 甚至回头路 他们灰心绝望到这个地步 说 哇 我们不如回埃及去吧 而且 想象 这一句话 很失礼的一句话 对不对 为什么 看下一节 摩西亚伦救福在 以色列全会中面前 以色列人说什么 摩西亚伦 你们把我们带出来了 现在你看吧 我们这个光景 好了 我们想要回去 我们不要你做领袖了 我们要回去 摩西亚伦有话说吗 有话说 就我们在以色列全会中面前 你看甚至 摩西 这么大的领袖 对不对 而且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 但是怎么样 现在 甚至要走回头路了 这就是刚才说的 怎么样 从埃及的思维模式 转变到迦南的思维模式 很困难 很困难 有一首诗歌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听过 是传统诗歌 叫做迦乐看见主 在维织好像唱过 别人看见巨人 迦乐看见主 有没有听过 没有 没有听过 很诚实 大家 别人看见巨人 迦乐有没有看见巨人 有啊 肯定有 但是迦乐看到的是什么 不只是巨人 不只是巨人而已 而是 他说 迦乐看见主 因为他知道 这是主说 我们要进去的地方 是吧 上个礼拜 有些时代的兄弟兄 怎么也可能不知道 我早上去了 为止 礼拜之后 下午 去考试 去考试 考宅建 宅建 大家知道吗 就是做不动产的 做不动产买卖的 需要这个资格 我一点兴趣都被巨人说 然后我也没有请大家 为我祷告 是吧 因为我是完全裸考 我根本就没有读 只是说 因为胡敏去考了两年了 我想真的有这么难吗 然后我就说 反正我去试一下 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读书 我完全就是 反正去就去吧 去就去 先说估计没有上了 估计没有上了 我全部用猜人 因为我根本没有主要人 全部用猜人 大概后来自己打分数 大概六七成吧 分数大概六七成 但是好像说今年的合格分数 合格线挺高的 可能甚至要八成左右 我不知道 但是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 不管哪十七分 但是我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因为这是一个法律的考试 是一个法律的考试 所以我用这个观点来跟大家分享 现在这个社会的模式是什么 这个社会的思维是什么 我自己分享出来的心得 请不要参考 因为这个是应该要认真读书的 不要用这种方法 我是说我是这样子猜的 我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后来跟我的公司的从事 我也分享 他们说像你这种人就不应该考上 绝对不准考上 我说好 我分享一下怎么猜的 第一个日语要够好 日语不好的话 很多语感你抓不到 因为我发现那些考试不是在说内容怎么样 其实内容你只要有读 你记住的话应该都不是问题 但是他的这个语感很重要 通常 我从上面列下来 你只要看最后 那句话 其实我前面都没有在读 我都看最后一句说什么 最后一句 因为法律是这样子的 大家会不会觉得法律是斩钉截铁的 写的很死的东西 可能有这样感觉 那实际上不是的 法律是写的很笼统的 至少日本的法律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它需要留一点余地 因为如果你写的太死的话 你不知道有什么突发情况 是吧 可能有没有预料到的情况 所以法律写的都是有点空间在那里 有点模拟两可 所以按照他的余伟的写法 比如说 必须一定要做什么 像这种的就一定是错的 那个形象 我可以说几乎百分之百 因为法律里面没有说 你必须一定要做什么 这样的话 如果有例外做什么 没有办法 是吧 所以我按照这个分类的话 我再说完这个 不是说用这样猜就已经可以 但是至少几率是大 如果你发现 它余伟是 必须要你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基本上那个选项就是错的 不管它前面写什么 另外如果像这种 很有可能是对的 因为那できる意思是什么 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对吧 所以如果是关于法律的考试 因为我之前考过知识产权的考试 也是关于法律的 法律不会写得很死 它都是会留一点点空间 所以像这种 你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 或是这个 有这样的事情 那表示什么 也有可能没有 对不对 这种的话 大部分就是对的 那个选项 反过来说 左上 必须要不要 并不一定要做什么 这很有可能是对的 因为如果百分之百强迫的话 这个选项常常是错的 OK 这是为什么 我刚才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因为总是有一个东西叫做例外 我这次因为我没有读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我猜测 我猜测 就算是像这些明法 或是什么法 这些东西 它一定有例外存在 对不对 本来应该是这样做的 但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 你要这样这样做 或是你可以不这样这样做 应该是有这种阶场式的 我不知道宅建里面有没有这样 但是我猜测应该是有的 应该是有 所以常常这种题就会出来 如果我是一个出题的人 站在出题的人的角度 我就要考例外 考例外就是 你有没有读到这一点 你如果读得很浅的话 你估计就没有 就没有读那么深的话 分不出差别 所以如果我是出题的人 我一定要出例外的东西 所以作为考生的话 但我真的我不敢说 因为我没读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认真读的人 就要去抓这种例外 因为很容易出这样子的题 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不起 今天字很多 比如说这是实际的题目 第四题 第四题 哇 写的好长 不用读 不用去读 我根本就没有读 首先第一个 你要知道的是什么 它问什么 前面写这么 Aを売り主し Bを開主し 怎么不要绑这个东西 我只看它要选的是正确的还是错的 因为它是选择题 选择题四选一 对吧 好 所以怎么样 它说正しいものはどれが 所以你就知道 你现在要选一个是对的 是吧 好 按照刚才 前面都不要读 你只看 你只看 最后说什么 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できない 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直接全是 前面都不用 这个是 不算作弊 但是是有一点 走旁门走大的方法 但是 实际上 你再仔细读 你觉得 现在应该是四 对吧 只有四次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对吧 然后读一下第四题 是什么 本件契約がAの3意味によって 締結対応の方法である場合に Bは新人に対して 本件契約の取消 主張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我也不知道ABC 是在干什么 那一刻 上面有写 但是知道知道 如果是3意味的时候 如果是欺诈的话 取消 を主張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这不是很正常吗 所以就很确信的 圈这个 第四就是对的 这是我怎么猜的 跟他分享 是这样的 二次的媒体 讲到欺诈 最近我们教会当中也有 前一阵子也有 别的教会也有 我们在LINE里面 有一个日本 华人教会的 牧長的一个群 最近常常在 其他教会也有发生 就是有欺诈的事情 我们上次在维久 有开过这个课 就是在让他 怎么提防这个 但是借着这个机会 说一下 这种诈骗的 其实有时候 防不胜防 因为他们已经 有各种各样的套路 而且一直在变 他们一直在更新 所以我们也许学了说 以前他们这样说 之后他们又换一个方法 所以很难察觉 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要讲出来 如果谁跟你说 比如说要你的个人信息 要你的什么密码也好 或是叫你立刻马上做什么事 然后重点是 他说不可以告诉别人 这种通常都是有问题的 像 以前我在儿童教育的时候 也讲过这个 小朋友问 主族学小孩子问 什么才是要做坏事 什么叫做坏事 有没有定义 大家 做坏事是什么 都坏才叫坏事 很难讲 所以我每次都跟我们孩子 或是跟主族学小朋友 这样回答 我说当你做某一件事情 你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的时候 那就是坏事 其他的你光明正大地做 对吧 好事是光明正大地做 但是你在做某件事情 你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 让别人知道的时候 那就是坏事 所以这个诈骗 欺诈的也是一样 他会告诉你说 不可以告诉别人 保密 这个是跟你有关的 不可以告诉别人 这种时候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警觉这种事情 就是当有人这样跟你说的时候 他怎么跟我说 不可以跟别人讲 那如果你隐瞒的话 你就会一直被他骗骗骗下去 等到有一天恍然大悟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 所以这是 借着这个 来跟大家提醒一下 最近蛮仓谎的 别的教会好像也有被骗的 不是只有发生在我们当中 好 那刚才说 按照法律的观点的话 可以这样子判定 就是说 因为我刚才说法律会流余地的 是吧 会流余地 他会写得非常非常死 所以什么东西非做不可 这基本上都是错的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说这个是埃及模式 这是现今的世代的模式 但是如果你想今天神跟你说 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的思维模式是不是有改变 照理说应该要改变 应该是绑过来 是吧 当神跟你说 今天我要你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非做不可的时候 这个选项是对的还是错的 对的 这个是对的 神不会说 你可以这样做 也可以不要这样做 虽然我这样说 但是你可以不要听 神说这样就是这样 神的命令是绝对的 有时候当然神有怜悯 我说神有怜悯 比如说他提借我们的软弱 比如神吩咐我们做一定事 真的神我做不来 但是神也允许他会加钱力量 但是他不会说 算了吧 算了吧 我虽然这样讲 但是你可以不要做 不会啊 那为什么要说呢 是不是 所以神的法则是不一样 跟这个世上的法律是不一样 因为在神没有意外 刚才说 法律有例外 对不对 因为人在 法律是谁制定的 是人制定的 人在制定法律的时候 会有种种 你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你想不到的情况等等 所以一定有缺陷 一定有漏洞 但是在神没有例外 在神没有例外 而神给我们是什么 不是例外 而是应许 而是应许 如果应许有例外的话 那糟糕了 是不是 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神说 好我应许你这样子 然后等到 你等到那个时候 你说 神好 现在可以了吗 神说 对不起 这个是例外 那我们还要信吧 不要信了 是不是 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 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 没有例外 不存在例外 所以没有 可以这样做 也可以不要这样做 没有谋定两可 神应许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当 迦勒为什么都没有信心 他看到 即使看到巨人 他有看到 别人都看到 迦勒也看到了 但是他相信什么 他说这是主的应许 所以他说的那句话 说我们立刻上去 必定能够得胜 是吧 必定能够得胜 他为什么有信心 因为他抓住神的应许 所以刚才说 会探地的人中 嫩的儿子 约束亚和耶弗尼的儿子 加勒斯利一夫 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 是极美之地 他们都看到了 他们都看到了 这是在百姓大哭之后 大哭之后 加勒又出来讲 约束亚跟加勒又出来讲 然后耶和华若喜悦我们 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所以他们看的 不是说那里有巨人 还是没有巨人 他们在乎的是什么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 就必将我们领进 神有没有应许 说那块地是他们的 所以这个就是 美帝的思维模式 是这样子 不是看那里有什么困难 不是看那里有 什么样的环境 而是说 是不是神所应许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把这个思维 转编过来说 当我们神要吩咐我们 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不要看说 自己能不能做的 就像以色列人说 那个巨人我们估计打不过 我这么矮 他这么高 如果你开始这样想的时候 就不会去做了 是吧 但是我们要想的是什么 这是神所应许的 如果是的话 就去做 因为神会负责到 再分享一题 这也是实际的题目 第10题 跟刚才一样 不管前面写什么 先看他问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OK 所以我其实在题目上 我每次都圈这个地方 他是问正しい还是誤って 反正是问对的还是错的 然后这一题因为 他不是很长的文章 对吧 所以稍微分类一下 他问的是什么 就是说买主 他所没有拥有的权利是什么 有点复杂 然后他用的词 又是法律用词 但是你把它归纳一下 就可以发现 他问的是四个东西 其实只有四样东西 第一个叫做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是意思就是 因为他这里说 你买东西嘛 就是说你买的东西有缺陷 那如果你想 不动产房子 就会变成这件事情很复杂 不用这样 我把它想成说 去买生制蛋糕的时候 你去买了生制蛋糕的时候 比如说 你打开一看 这个蛋糕倒了 蛋糕还是蛋糕对吧 但是他已经不是生制蛋糕 已经不能用了 这种情况 因为这是民法 民法是适用于任何买卖的 所以你不要想说 什么房子怎么样 那太复杂 我想 生制蛋糕买来的时候 我发现 一打开发现里面倒了 这种就是叫做不適合 就是没有达标 然后用这样的观点来想 第一个他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付了这个钱买了这个蛋糕 你就要给我 我赢得的东西吗 所以蛋糕倒了 首先你能不能修复 就是修嘛 修理 买车也是一样 能不能修 这是第一个 这叫做 你可不可以要求店家修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内金的減顾制求権 可不可以要求他降一降 问的是 可不可以很降 可不可以便宜一点 都已经这么烂了 第三 我因为没办法 把我生制蛋糕给我的孩子 所以我被骂 我有精神损失 或者是本来想要给公司同事 结果 哇把我们这个会议给搞砸了 我是不是有损失 那损失 可不可以跟店家要求要赔 所以第三个就是赔 可不可以要求赔 第四什么 契約の開所赔 我可不可以减约 不买了 我本来已经买了 是我决定不买了 可不可以 所以就是把简化成这样子 一二三四 然后他说 哪一个权利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意思 他前提是说 壳主的贵主 就是说不是任何一方的责任 都是可能是出事物 也许这个蛋糕 他店家 他出货的时候是好好的 也许是 你在路上碰到什么事情 但是他说都不是双方的责任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哪一个权利你不可以用 所以首先你要会把这个东西 读懂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难的 然后他问的正确的是哪 就是哪一个权利是没有的 然后他一二三四的选项 你就想一下 如果蛋糕熬了 可不可以要求他修复 可以吗 可以啊 即使不是他弄的 可不可以要求他修复 但修复得了还修复不了 那另外一回事 他说你可不可以要求他 可以啊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 这个利口 期间請求券 应该是有 好 代金天国請求券 可不可以要求他降价 可以啊 你都已经 原来不一样了 都倒了 可以啊 損害賠償請求券 可不可以叫他赔 所以因为 因为我造成我的损失 你要赔我的损失 可以吗 这有正义啊 第四 契約の解除券 我可不可以不买了 倒了嘛 跟原来样子不一样了 已经不能做生日蛋糕了 可不可以不买 可以啊 可以简约嘛 所以我也有争议的就是第三个 他一想 叫他赔 估计对店家来说 因为不是他弄的 前提条件事不是他弄的 他出来的时候是好的 所以估计这个没有办法 好 用这样一看 答案就是此 其他的不用去想 所以我猜题是这样子猜的 为什么我拿这一题出来讲 这里都在讲什么 谁的责任 是谁的责任 谁负这个责 我有什么权利 你有什么权利 都是在讲这个 所以在现今社会的 我们的思维模式都是什么 谁来承担 谁来承担 万一出事的时候 谁来承担 以色列估计为想 我们进去打那个巨人 万一打败了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不敢去 万一打输了怎么办 打赢了还行 万一打败了怎么办呢 那我们不都死在那里了吗 谁来负责呢 这就是现在社会 给我们的一样的观点 是吧 万一出事了 你看这个 不合得 怎么办 谁来负责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所谓的美帝的思维模式 不是这样子的 既然神经应许 神经应许 说江南帝是给你们的 所以谁来负责 主自己负责 你不用想说 我们太弱了 怎么样 不用想说 我们去了 结果打败了 怎么办 不需要想这些问题 因为是谁叫我们去的 是神叫我们 所以是由谁来负责 主自己 所以这个顺序要清楚 你已经清楚说 这个是主的应许的时候 神就会负责到 神不会说 好 我叫你们去 然后我就在旁边看 看你们怎么样 不是 神是负责到 而且神应许是 祂常与我们同在 对吧 神不是说 好 你们去 你们去 有什么事情再回来汇报一下 给我听听看 然后我再想办法 不是 神的应许是 祂与我们同去 跟我们一起去 所以神会负责到底 祂不是说 就放羊吃草 没有 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 再讲下一题 今天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 实际题 错的是什么 他考的是建筑基准法 这个没有读 基本上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 所以我读题目的时候 根本就读懂 他在说什么东西 但是这时候抓关键字 抓关键字 第一题 25公尺什么东西 要不要避雷射备 好像要 但是是不是25 不知道 这有读的人才知道 没有读的人一头五水 不知道他说什么 第二第三第四 好像都不知道 只有第四我猜 好像是对的 因为他说剧场变成电影院 这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我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应该不需要再什么 确认什么东西 反正是差不多的东西 只有第四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但是他这一题是要选错的东西 所以这样子还没有办法知道哪一个是对 但是我抓到一个关键字是什么 特定行政筑 特定行政筑这个词就是说 有时候比如说可能是国土交通省 有时候是经济产业省 不管或者是可能是东京都 有时候可能是比如说千页线 反正就是某个某个行政机关就对了 他这个写法就是说 跟那件事情有关的行政机关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再仔细看一下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特定行政筑 不管是谁 不管实际他是谁 他说 在有紧急的必要的时候 但是他最后说什么 还是要经过这个手续 我想这个很矛盾 已经很紧急了 是吧 很紧急还要过手续吗 所以估计这个就是错 所以答案就是2 其他的就不用管他了 你没有知识 就是只能用这样子猜了 真的答案也是2吗 真的答案也是2 应该是 对 我对过他 我没有读解说 因为读解说我也读不懂 他来说什么东西 但是答案是2 答案是2 就是 因为你想已经很紧急了 你还在那边办手续 对吧 这个不合常理 如果说都已经那么紧急了 还是说你要给我什么书类 你要去提交什么东西 那根本就不行 而且已经特定行政筑 已经是例外 已经是例外了 是不是 他有这个权限说 你可以就是适用于这个例外 然后同样 紧接着18笔也是一样 又找到这个词 哇 特定行政筑 每次看到这个词就好高兴 他说什么 可以啊 你可以啊 他说就许可了 怎么可能不行呢 所以这一题选对的 直接就选二 对 答案就是二 所以这个是我找到这个关键词 对 反正有这个 他就是可以给你例外 他就是可以点例外 因为他有这个权限 是不是 有这个权限 所以 但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一定都是这样 但是至少很大概率是 可以用猜得到的 好 为什么讲这个 就是刚才说的 任何的法律 他都是要根据 是吧 然后他要分说是哪一个省 或是哪一个公家机关来管 或是执行这个法律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权限 在这个地方 所以刚才说的 人的模式 人的社会就是什么 谁来负责 谁来负责 我们都是在找这个对吧 其实我考这个考试里面 有问到很多 说这个是需要谁的许可 什么东西 一大堆这种东西 所以我相信 真的准备这个考试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封明考两年 他说 觉得说没有把握 太多了 太多这个东西了 但是刚才说 神的法则是这样的吗 不是 神的法则多简单 你不用管说这件事情是例外还不是例外 那件事情是谁来负责 没有 全部都是神自己来负责 所以信靠神的人其实应该是更轻松的 我们的心里面应该是更清神 你不用想这么复杂的东西 你这一切交多给主 既然是神所应许的 就让他去做吧 然后神吩咐我们就照样去行 不用自己在想 可以还是不可以 什么说弄什么 不需要 另外一点 这我发现的一个 刚才说余伟 现在说前面 如果在文章里面发现 他写 基本上都是错的 基本上都是错的 就是马上的立刻 如果法律里面说叫你立刻的话 做不到 对不对 实际上生活有办法 没办法 即使法律规定说你立刻怎么样 没有办法 所以像这种 特别如果是像这个 什么不动产卖卖的话 没有什么立刻的 我想 所以反正如果你看到 这个词 基本上那个选项就是错 另外一个第二阶层叫 速速的去做 速速的去做 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很多 速速的什么 有这个印象吗 但是通常速速的后面都是什么 灭亡 你去读圣经 大部分速速的后面都是灭亡 但是当神托付某一个人 做事情的时候 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说人的法律里面 马上或是速速的去做什么 基本上没有这样子条例 没有这样子的条文的 有这样的选项都是错的 大部分都是有什么 怎么几天之内 甚至有更宽限的 从你知道以后才开始算几天 你不知道的时候还不算 你知道了才算 法律是蛮通人情的 其实如果是法律的条文 最高境界 我觉得应该是第三个 就是不可以有逗留 不可以有滞留 然后这已经相当于是说立刻了 所以已经是最高境界 没有比这个更快 所以比这个更快的 基本上都是错的 为什么这样 他还说 因为法律是给人用 所以人的世界里面 有一个东西叫做 你会犹豫 你会犹豫 话中文里面的犹豫 跟日本里面的育有 有一点不一样 同样的汉字但是不一样 中文里面犹豫是什么 不要做 还是不要做呢 是这样 犹豫 犹豫不决 这是在中文里面犹豫 日语里面的育有 是什么意思 育有是说给你一个宽线 给你一个缓窗期 这个叫育有 比如说判刑也有育有 已经判了 比如说五年坐牢 但是他执行可以缓一下 就是缓一下 所以人的世界里面 总是有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常常我们跟小孩子做 叫小孩子做什么事情 小时候就好 马上就跑去 大概在 五六岁左右 五六岁之前 大概是这样 等到三龙的小学 慢慢 中年级开始 叫他做什么事 等一下 吃饭也要等一下 洗澡也要等一下 做作业等 不知道几下 都要等 人的世界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神的法则不是这样子 神不是说给你宽线一点 没有 神要求的是绝对的顺服 所以刚才 迦勒说什么 迦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吧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 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吧 不是说我们再准备几天 我们再招兵买马 我们再囤一些粮食 可能我们明天去吧 或者是我们过下周再去吧 没有 迦勒说什么 我们立刻上去吧 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 迦勒他是不是真的抓住神的应许 他不是完全的信靠神 说立刻上去吧 没有犹豫 没有在说你要去还是不要去 也没有说是今天去 还是明天去 他说立刻上去吧 刚才说的 如果在法律上的话 我刚才说这个选项肯定是错的 但是呢 在神里面 神的法则里面呢 只有 才是对的 他神吩咐我们做某一件事情 说 比如说 神等我一下 我现在还太忙 大家记得那个 天国的宴席的领域吗 已经宴席要开始了 结果叫的人怎么样 之前邀请的人说 我买了牛 我要耕田了 结婚了 要顾家呀 所以现在还不能去 可不可以等一下 没有办法等一下 是不是 天国的门敞开的时候 就是要进去 是吧 所以呢 后来主人说什么 去街上 凡是愿意来的 都让他们进来 凡是愿意来的 都让他们进来 立刻 马上 所以 在神的法则里面 没有等一下 但是我们人很习惯 对不对 即使我们其实很清楚 说神要我们去做某一件事情 我们都跟神说 啊 等一下吧 我每次在 神学院的招生的说明会 我都是这样说 因为常常很多 想要读的人 然后结果说 我明年再来好了 然后我每次都说 那些说明年再来的 都永远不会再来 每一个都没有例外 这真的没有例外 那些说明年再来读吧 的 不会再来 因为你总有更多的理由 让你不要去做 而且呢 大家都想说 啊 等我忙完这一段时间 等我做完了这件事情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 等你忙完了这一阵 等你做完了这件事情 马上又会有什么 又会有下一件事情来的 只会越来越忙而已 你只会越来越忙 所以如果今天 还不能下决心的人 之后也没有办法 这是我的经验上 我是不是在神学院的 招生的之后都是这样的 每次问 现在可不可以 啊 现在我工作挺忙 我可能明年会管一下 不会的 绝对不会的 我现在小孩子还太小 还需要照顾 等我明年再来吧 不会的 你明年小孩子大了 你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忙 所以遵行神的旨意 不是说等一下等一下 也不是看我们现在的光景 而是像加热的事情 立刻去吧 立刻去吧 再一题 这一题是字最多的 字最多的 十九题选错的 这一题是选错的 太长了 所以根本我这题几乎没有读 因为读了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是呢 一样抓关键字 我看一二三四 真的不知道在说什么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一个 第三 我想这不对啊 如果我是居民的话 你都开工了才来说明会 那不是被骂什么 是应该什么时候开说明会 开工前 开工前嘛是不是 你开工前 然后问居民说可不可以开工 我们要开工了 有什么问题吗 应该是这样 然后但是他这里说 听起来很爽 但是你都已经开工了 你开说明会有用吗 我想那东西这个是错的 所以答案就是三 因为是选错的 可以 这一题就这样玩 一二四都不用 我说的都是用猜的 我不是鼓励大家这样 真的要去考的认证读书 我不是鼓励大家说 就用猜的就可以 用猜的也考不过 只是说提供线索是这样子的话 所以人做事就是这样 缓一下 要等一下 总是有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这个程序还要怎么样 还要合情合理 像我刚才说 如果已经开工了 再开说明会 合情合理吗 不合情也不合理 你都已经开工了 开什么说明会 所以人的法律是这样 那你想 神说 现在你们就上去 进迦南地 去攻打那些巨人 这样的要求 合情合理吗 不合情也不合理 是不是 一点都不合情也不合理 你说根本都没有准备 你现在立刻上去打 打什么呢 你会这样想 如果我们今天是以色列人的话 加热你说什么呢 什么立刻上去 不可能的 连军装都还没穿什么 立刻上去 他们这么高 还要城墙 我们总有一个攻略 是不是 我们先想好怎么打 所以神的要求 合情合理吗 不 一点都不合情合理 但是 神的应许是什么 神的应许是超乎想象 如果我们只凭着我们 这个大脑去想 这件事情能做 那件事情不能做 那是我们自己在做神 对吧 如果我们真的全心交扣给神的时候 你不需要去想那些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 他们进去加热地打了哪个神 耶利哥神 耶利哥神的功法是和情合理吗 一点都不合情合理 是吧 绕城墙 城墙就倒 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事情 以色列人有想象到吗 没有想象到 而且还有诸多的规矩 六天怎么样 一天绕几圈 大家都不敢讲 前面六天一天绕 一圈 一七天 七圈 然后城墙就 合情合理吗 没有 一点都不合情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没有人想得到 我想 甚至可能以色列人自己都没有想到 我在主流学年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小朋友很有意思 说啊 这样耶利哥神的不是很尴尬 尴尬 他说我本来在洗澡的时候突然沉墙 小朋友 不合情也不合情 但是神的做法就是超乎想象的 是不是 超乎想象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如果以色列人听迦勒跟约书亚的劝 立刻上去了 他们后面就省去了很多工夫了 是吧 马上去做 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迦勒还说什么 迦勒跟约书亚说 那你们不可背叛烟 也不要怕纳蒂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之前的人做什么 他们看我们像炸门一样 但是有信心的人看到什么 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完全不一样 是吧 你要站在神的眼光的时候看 完全不一样 并且必应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和华用的同战 不要怕他们 他知道神会跟他们同去 神会跟他们同去 所以说不用怕 这应该是最后一题 34题选错的 我一看一堆数字 我想玩了 这一题估计 好像应该是计算题 这一题 我不知道 因为反正问我计算 我连怎么算都不知道 所以就完全放弃 但是想办法总得打一个 是不是 这里说反正有一个4000万的房产 那是土地吗 不是土地连房屋 要交易 然后说选哪个是错的 哇 读完1234完全没有头绪 不知道 反正一堆数字 但是想一下 怎么样畏纳一下 每一个都有数字 首先把数字都挑出来 然后这里讲的是 这个语我懂 他说保全措施 但是我不知道 实际上是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了解 就是说 万一出现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这个钱可以赔回来 大概是这样子 实际上可能要操作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但是 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跟人收钱的时候 万一出什么事 有得赔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大致上 好 所以他其实在问的 就是要不要做 这个保全措施 然后呢 四个选项 各有数字 第一个是100万 第二个是500万 第三个300万 第四个是2000万 然后一跟三说 不做保全措施 二跟四说 要做保全措施 就把它分类 其他的那些文字都不理他 因为反正读也读不懂 然后就先比较一下 首先 二跟四比起来的话 500做保全措施 跟2000做保全措施 都起 那肯定四是不对的 四是对的 对不对 2000万 对吧 2000万做 如果这个都是错的话 第二也是错 对吧 这是推理 这是逻辑 就是说如果四是错的话 那二应该也是错 但是他说只选一个错的 对不对 所以应该两个都是对的 然后呢 那剩下一跟三 对不对 一跟三 一百跟三百 然后不做保全措施 那一想 一百跟三百 应该三百不做的 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就选三 就是这样 然后答案就是三 完全就是用猜的 反正就是逻辑 逻辑推理这样 当然 实际上应该有 可能有更简单的话 如果有知识的话 比如说第一题 他说什么东西要写 什么要不要写 如果有这个知识的话 可能第一个选项 马上就知道是对或是错 但是我没有这个知识 我也不知道 他说什么 35条 37条 什么 不管他 反正就是只看数字 然后看 他说要做保全 还是不要做保全 然后用分类的 然后反正 选择力就是这样 只有一个答案 所以可以猜得到 所以刚才我说 这也是 你要合情合理 才能用逻辑去推测 对吧 你还是可以推理的出来 如果说这个法律 做的本身 做不合情也不合理的话 根本你推论 推论不出来 你想要推理也没有办法 对吧 对 但是他是有一定逻辑在后面 你就可以用猜的 可以猜得到 所以 据说这些题是计算题 但是不用算 也可以知道这些 这是方法论 这是方法论 但是重要的是 我不是要讲解这个考试 我只是说 重点是什么 刚才说 耶和华说 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 然后我指着我的永生 其实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那神的准则不一样 神的准则不是说 这件事情是 是不是真的可以 是合乎逻辑的 不是 神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神的标准是什么 这件事情是不是荣耀主义 是不是荣耀主义 如果是那个选项就是对 如果不是那个选项就是错 神的标准是这样子的 不是像我们刚才说 可能这个对那个就错 如果是这个对 那个也对 不是这样子 神的标准是非常简单 非常明确 这件事情是不是荣耀 是荣耀主义 不是就错 所以非常简单明了 即使看起来 像刚才说的 不合其不合理 但是这件事情 如果是荣耀主义的话 那那件事情就是对的 之前介绍的那首诗歌 《家乐看见主》 它的副歌是这样 我总不离开你 当靠我前进 一人追击千人 二人生万君 好 如果你用数学来看这一题的话 根本就是错的 对不对 一人追击千人 二人生万君 不可能啊 对不对 你管你多厉害 是不是 怎么可能呢 但就是人的思维 如果我们还沉浸在 埃及的思维的时候 还沉浸在我们今天 这个社会的思维里面 这个副歌 你唱起来一点都没有感觉 但是怎么样体会到这个 就是要加热的心 就是要加热的心 对神有没有绝对的心 对神的应许 是不是完全的抓住 对神的命令 是不是完全的顺便 最后 不是凭自己的大脑去想 不是凭逻辑去推断 而是什么 而是完全的性抗 这件事情是不是荣耀 所以这就是美帝的思维 我们马上就要东京庆典了 东京庆典这次的主题 大家知道是恩与配奖 这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他们已经知道了 你进入那个美地之后 但是以色列那个地方 有干记 有雨记 这个我在时代也分享过了 是吧 恩与就是讲秋雨 就是原来圣经里面那一段 秋雨 也就是干记之后下的第一场雨 哇 这就是让整个大地复苏 再一次变得生气勃勃的 这样的一场雨 这就是也是属于美帝思维的一部分 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 预备好进入这个美帝 或说其实我们已经在这个美帝里面 但是呢 还有很多人思维模式没有转变过来 身体好像已经进入了迦南美帝 但是我们的思想好像还在埃及 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借着加勒的这个例子 我们需要再次的每个人都来反思的一件事情 所以恩与配将不只是说 阿神阿里就白白吃我们 更重要的是今年的主题 为什么定这个 长久以来都说日本是印度 日本是干地 但是不是 我们知道恩与已经降临了 恩与已经降临了 所以恩与已经滋润这个大地的时候 日本真的大复兴要领到 我们就看到太多太多的迹象 但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迎接这个大复兴 这个是我们所需要每一个人去检查 我们有没有预备好 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思维还还在埃及呢 所以今天希望借由这篇信息 我们再有一个机会 每一个人我们来想 我们平常是不是想那些琢琢碎碎的事情太多了 每一天每一天我们里面充满着我们里面的思想 有要全然的交托给主 全然交托给主是最轻松 最省力 最清省 所以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下来祷告 下来祷告 主耶稣 感谢你 谢谢你 在这个组织又再次的给我们讨战 是的 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明白你的应许 是信使 是没有例外的 在你没有转动的 你是永恒不变的 这个也是的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牢牢地抓住你的应许 也赐给我们相应的信心 让我们去行的时候 就是照着你的旨意去行 就是遵行你的旨意 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思想说这件事要做或是不要做 不是凭着我们人的判断 而是完全要合你的心意 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荣耀你的名 让我们把这件事情荣耀你的名这件事 作为我们唯一的标准 让我们自己去定下种种的这些条例或规则 让我们学会单单的依靠你 仰望你 跟随你 顺服你 也求你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以及足够的精神体力 也添上你的恩膏在我们身上 预备好迎接这个大复兴 要领导日本 也继续为我们即将来到东京庆典 让我们每一位在当中都能够有参与 谢谢你 继续我们同在 送祝祝祝祝祷告 好 谢谢大家 好吧